碰瓷对这样的行为大家不陌生 很恶劣的行为 行人故意跟汽车撞上 从而骗取钱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短片 短片当中骑自行车这个男的 就精心策划了一场碰瓷行动 准备找辆倒霉的车子 找他骗点钱花 但是他这回真不巧 运气不好 他挑上了一辆警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人家车子都停那儿都一动不动 他愣是往上撞 所以我也觉得现在车子 建议很多朋友如果自己私家车 尽量装一个小行车记录仪 装那个东西拍摄前面的路况 对于预防碰瓷那是非常有效的 以前我跟您说过一个事 您记得吗 在台湾有一个人 人车都停下来了 那个人 撞到人车子上 然后就躺地上了 就为碰瓷嘛 后来呢 有行车记录仪 这种行为 你怎么能碰得到呢 对不对 这还成了证据了 啊